《鬼滅之刃》被打压 即因设利保海贼出版记录 作为令和诸最具人气的漫画作品 《鬼滅之刃》在日本的影响力已经不用多说 尽管得不配为这样带有强烈柠檬气息的争议一直居高不下 但这依然不影响其在漫画界的地位 毕竟这部作品确实在人们的见证下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被打破的记录 三年前如果说《鬼滅之刃》是日本第一国民漫画 那恐怕会被人讨讽无知 而现在情况则完全相反 不承认《鬼滅之刃》是当下日本第一国民漫画的人 才是真的无知 不谈《鬼滅之刃》对动画及电影业的影响 仅从漫画业界看待《鬼滅之刃》 也只有其机两个字能配得上它 这部作品从动画开播后销量成绩如开了闸的洪水 不仅短期内迅速超越了同期作品 甚至连一些地位稳固的老前辈也不得不为其让路 截止至2020年11月末 《鬼滅之刃》的成绩已经达到了系列累计总销量一亿两千万部 眷均521万 无论是同眷数总销量还是眷均 都稳坐日曼第一的宝座 并且远远超过第二名 在很多人看来 作为《鬼滅之刃》反全方的吉英社应该是力捧这部作品的 毕竟这棵摇钱树真的为吉英社带来了很多利润收益 也给成衰退趋势的日本漫画业界打了一记强心针 就算吉英社不对鳄鱼和鬼滅之刃感恩戴德 也至少应该是宠上天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吉英社这个亲爹对鬼滅之刃的态度相当值得玩味 非但没有宠上天 甚至能让人看出一些打压的感觉 吉英社对鬼滅之刃的态度 就像是重男轻女的父母对有出席女儿爱给的不多 钱却没少诈取 很多人觉得鬼滅之刃之所以能这么火旋靠动画 这一点虽然并不完全正确 但必然也是无法否认的 而鬼滅之刃动画之所以会这么优秀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行方 Enflex Enflex的高桥又马是个鬼滅正爱死忠粉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鬼滅之刃嫁得好 对于嫁得好的闺女 清爹吉英社的态度让人相当寒心 在漫画最终当连载人气正盛的时候 连个完结倒计时都不舍得给 宁可丧失一个造势的机会 在19年网友都猜测鬼滅之刃将超越海贼王成为漫画销量年贯的时候 吉英社为了亲儿子海贼王直接亲自下场澄清 强行中指了有关年贯的讨论 事实上根本没这个必要 最让人无语的是 为了守住海贼王出版销量第一的记录 吉英社直接少印鬼滅之刃漫画 鬼滅之刃最终券出版销量395万 这个数据遭到了日本网民的讽刺和吐槽 因为396万卷距离海贼王的出版销量第一记录405万卷 只有10万的差距 也就是说只要其音社响应 那海贼王的记录就肯定会被鬼滅之刃打破 很明显 吉英社根本不亲儿子海贼王的记录被女儿鬼滅之刃打破 其对鬼滅的打压和对海贼王的偏爱已经表现得不能更明显 或许作为鬼滅之刃亲爹的吉英社也是得不配为党的成员吧 以上就是关于鬼滅之刃一次被吉英社打压的事件减减了 减减 因缘影响都无庸置疑 吉英社以这种方式去强行守住海贼王的出版销量记录 记录 书师有些吃相难看 尤其是一边拿鬼滅赚钱一边打压鬼滅 更是让人非常无语 心疼鬼滅和鳄鱼 这一边拿鬼滅赚钱一边打压鬼滅赚钱一边